接着就要进入我们的重点 叫做浮打电池 浮打电池就是两个不一样的金属 中间隔着一个导电物质 比如说电解质 所做成的电池叫做浮打电池 两个金属 刚给你提过了 我们现在国中是两个 铜跟银 铜跟银 然后顶多有人考过是 铜跟银 铜跟银 所以两个金属做成浮打电池 故事是从一只青蛙开始 就是一位甲法尼大哥 他在玩的时候 发现了 我的手术刀碰到了青蛙 青蛙会抽动 像触电一样 那触电一样 所以 他就觉得说这是表示动物里面有电 像电麦一样 电麦会放电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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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电 动物电 生物电 动物电 这是他的说法 可是呢 他把这个发布出去 大家就很轰动 大家去看看啊 可是浮打大哥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觉得不是因为生物有电 他觉得是因为金属的关系 他把他叫做金属电 金属电 他有新的发明 这个涂在浮打电堆 浮打电堆 他找了金属 他找了我们的银跟鑫 一块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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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就跌堆起来 中间呢放着泡了盐水的湿抹布 可电解质 OK 可以导电的物质 这样做一个浮打电堆 这里有生物吗 没有 还是有电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个电不是因为动物来的 不是因为生物来的 是因为金属来的 所以这种电池叫什么电池 浮打电池 两个金属中间合着一个 可导电的物质 所做成的电池叫做浮打电池 然后浮打电池 那这种有 你们可能有人在以前外面参加活动的时候玩过 科学想游戏啊 浮打电池会产生电流 就是因为金属的活性不同 我们以前在八年级的时候 你看到金属都会形成什么离子 正离子 对不对 那会变成NA症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铝会变成AL3症嘛 对不对 所以金属活性大就是喜欢失去电子 把电子丢出去 那电子丢出就等于是负电流出对吧 那请问你负电流出是哪一几 大家讲过负电流出是哪一几 负集 所以负集 所以活性大的金属做什么集 负集 正好是有人考写S跟Y 然后问你说S的活性大于Y 那谁当正极谁当负集 活性大的当做负集 他要把电子丢出去 负打电子的使用性不高 电不大 电压不强 所以为什么他做负打电堆 堆一大堆 这等于什么脸 串联嘛 他才有足够的电压 对吧 对吧 然后也活不长 他会很快的没有电 可是他在我们讲解 我们电化学反应的时候很好 很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要介绍 其中的星铜电子 好 那请你要注意 我现在要教电子 我后面要教电解 要教电路 那么你就要背好 记好以下四件事情 每一个都要记好 第一件事情 谁当正级 谁当负集 或者谁要接正级 谁要接负集 谁当正 接正级的叫正级 接负集的叫负集嘛 所以 谁当正级 谁当负集 接正级的叫正级 接负集的叫负集 谁要接正级 谁要接负集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半反应 正级半反应 负集半反应 有一些东西 我根本不会教半反应 或者是简单的带过去 没有写出完整反应式 那你就不要背 只背简单就好了 如果我有给完整的反应式 你就要全部记下来 有一些我是根本没有讲它的半反应 那就不用背它 有一些只是讲重要的结论 那就背重要的结论 正级半反应 负集半反应 第三件事情 那边正级跟负集的质量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里的电解值跟颜色是变深还是变浅 浓度是变大还是变小 理论上呢 你只要记得正级半反应跟负级半反应 你就会知道 质量增加还减少 颜色变深还变浅 浓度变大还是变小 所以理论上是你会了第二件事情 你就会第三件事情 就晓得谁的质量会增加 谁的质量会减少 我先预告 警告你 不是A的质量增加 B的质量就会减少 不是这样子 不是正级质量增加 负级质量就会减少 不是这样子 不是不是 你千万不要以为 那我就记 那正级会增加 那负级就减少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再用其他 不同的东西有特别的注意事项 比如说信铜电子 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注意事项 我当然会提示你 那你就给我背 就给我背 这就是你必须要记住的四件事情 谁当正级 谁当负级 接正级的叫正级 接负级的叫负级 谁接正级 谁接负级 要记得正级办反应 负级办反应 记好之后 你就会第三件事情 质量增加还减少 颜色变深还变浅 浓度变大还变小 那另外就是 针对那个东西 我们的特别的注意事项 就是我们要学会的 OK OK